这里见到的又是谁 还有 死者初步事件结果出来了 是甘性逆王 所谓甘性逆王 指的是并非水中淹死 却有逆王一样的症状 讲白一点 就是窒息死亡 黎光把烟屁过捏死 然后吐出了最后一口烟 我见到王小峰了 他手指上的戒指 又多了一个红色的字符 李雷 徐璐璐 黄青 三条人命红了三个字符 还有两个字符未被染色 王小峰最后还要再杀两人 他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方卫问道 厉嘎 今晚黄青出事的时候 王小峰在解释里做什么 我问过了 说有说是王小峰在画画 画画 王小峰是美术专业 在寝室里画的画也没什么疑点 黎光这句话仔细想想 没有问题 可我有一种直觉 王小峰画画并不寻常 毕哥 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 我们能不能去 王小峰寝室看看 你想要看那些画 我点点头 好 我来安排 在公安局录完了口供 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家 回想在鬼界发生的事情 我心中一阵后怕 杀死黄青的王小峰 暂且称之为女鬼吧 这个女鬼和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一只鬼都不一样 以前遇到的鬼 作恶时虽然也会出现各种奇怪的异象 但化作血浪将人吞噬 却是见所未见 我可以肯定 今晚遇到的女鬼 比之前与我在鬼界中 缠斗的泰国小鬼 还要厉害许多 要不是有地府鬼印 我的下场恐怕和黄青一样 此刻已经是死了 我几乎是一夜未眠 第二天顶着一对黑眼圈 找到了黎光 我和他再一次来到了安德大学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 昨天和今天上午 学生们大部分都已经离开校区 我和黎光进入女生宿舍时 宿舍楼里已经很空了 黎光一大早办好了搜查证 向校方出事后 顺利进到了王小峰寝室 王小峰的寝室没有人 开门后 我一把拉住了准备进屋的黎光 小李 怎么了 开门的瞬间 我右手掌心的地府鬼印有了反应 这个房间有异常 我先进 我踏进房间 地府鬼印当即变得滚烫 屋内当即弥漫起了黑色的雾气 好浓郁的阴气 阴气在地府鬼印的驱散下迅速消融 屋子很快又恢复如初 李光擦了擦病脚的冷汗 他虽然不是银行中人 但跟我做朋友这么久 直到贸然进入这么重阴气的地方 会有什么后果 小脸 你说 寝室阴气这么重 王小凤的室友是怎么生活的 李光 你看这几张床 寝室里有四张床 上层睡人 下层书桌 这是四人间的寝室 然而四张床上 只有两张床铺有被褥 这个寝室 只有两个人在住 四人间只住了两人 也就是说 王小凤只有一个室友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之前死的 都是王小凤身边的人 女鬼的下一个目标 会不会是王小凤的室友 我看到一张书桌上 贴着一张拍立得的照片 相片上是个长相清丽的女孩 应该是王小凤的室友 画找到了 李光在另一侧的书桌上 找到了几张画纸 递给了我 画纸上有王小凤的署名 是他画的 总共有五张画纸 五张画纸上 都是用铅笔素描的简笔画 简笔画的内容 让我看后惊出了一身冷汗 第一张简笔画 画的是一张趴在地面上的女孩 女孩的身后是一栋楼 这栋楼的样貌我见过 是另外一栋女生宿舍楼 我立即知晓了画中女孩的身份 是李雷的前女友 她是从女生宿舍楼顶跳楼身亡的 第二张简笔画 与第一张简笔画几乎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 是躺在宿舍楼下的女孩子 变成了男孩子 这是李雷 她同样从楼顶跳下去 第三张简笔画 画的是一个十字路口 在斑马县的内侧 有一个躺在血泊中的女孩 她的身后是一辆在地面上 划出长长刹车痕迹的面包车 四周满是围观的人群 这个女孩是徐璐璐 第四张简笔画画的是一个张大嘴巴 面露痛苦之色的男人 他只露出一个头 包括脖子在内都被困在了一个圆柱中 这是铅笔画 圆柱是黑色的 但我清楚它是血色的 那圆柱是注入透明玻璃桶中的浓血 我明白了 王小凤画的是前面四个人死时的场景 除去这四张 我手里还有一个第五张画 第五张简笔画画的是一个女孩子 她的腹部被力气贯穿 被吊在空中 身下有喷泉涌出 这个女孩只画了半张侧脸 但她脸部的棱角 我却感觉到很熟悉 我心里一惊 急忙把王小凤设有书桌上的照片撕下 一模一样 画中的女孩和照片中的女孩长得一模一样 狸光看到我的表情变化 凑了上去 这是王小凤的设友 狸哥 你快想办法找到他 好 狸光立即打电话调动警力 寻找王小凤的摄影 警方的动作非常快 仅用了半个小时 就找到了这个女孩的踪迹 她没有回家 而是和王小凤一起去逛街了 一名警察认出了画中的利点 是安德市中心的购物中心 我和黎光还有数名警察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购物中心 购物中心实在是太大了 地上六层 地下两层 我们只能分开去找 然而找了很久 我都没有见到这个女孩 和王小凤的身影 正当我焦头烂额之际 身边的一个小朋友 忽然兴奋地喊道 妈妈 下面的喷泉好漂亮 我愣了一下 随即趴在这一层中央的栏杆上 往下看 在购物广场的地下二层中央 有一个音乐喷泉 这个喷泉中央 是一个造型奇特的旗杆 好似一柄长枪 这个喷泉和王小凤画中的温泉 一模一样 我想起画中的内容 下意识地抬起头 一个人若是被音乐喷泉中的 旗杆贯穿 只有从楼上摔下 这一种可能 我在购物中心的第五层 看到了画中的女孩 她站在第五层的栏杆旁 手里拿着一个田桶 盯着不远处的卫生间 找到了 王小凤不在她身边 只要我上楼去将她保护好 王小凤 或者说那个与王小凤长得相同的女鬼 阴谋就不会得逞 正当我准备找电梯去五楼时 意外却发生了 两个孩子在五楼追逐打闹 一个孩子不小心碰到了女孩 女孩颠叫一声 手中的田桶 脱手而出 身子一歪 倒在了护栏上 我松了半口气 商场里的护栏很高 她跌不下来的 然而 我听到了一阵酸倒牙的金属扭曲声 嘎吱 栏杆 断掉了 女孩从五楼静直地掉了下去 她惊恐地尖叫声 响彻整个购物中心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 从我的面前掉落 摔向最底层的喷泉 女孩没有落地 她的腹部被喷泉中央的旗杆贯穿 整个人就掉在半空中 尖叫声引起了许多人的目光 紧接着 更多的尖叫声接连不断地响起 此刻我的心里除了恐惧 还有愤怒 我冲向五楼 刚好看到从卫生间走出来的王小凤 我大步走到她面前 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地幅鬼也没有反应 她不是鬼 我看向她的手指 戒指上四个字符已经全部染红 我愤怒地质问 你为什么要杀这些无辜的人 王小凤满脸恐惧 用另一只手使劲地推我 你干嘛 放开我 放开我 王小凤从我的手中挣扎了出来 这时黎光和其他几个警察也赶了过来 黎光拉住我 别冲动 王小凤被带回了警局 他得好好解释一下 我们从寝室中发现的五张画是怎么回事 黎光欠慰我 小凤 你情绪太激动了 我对黎光笑了一下 放心吧 黎光 我是故意的 黎光愣住了 故意的 我张开手掌 在我的手心里 是一枚银剑 我刚刚与王小凤吵闹 只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 真实的目的是为了从他的手中夺下这枚戒指 王小凤杀人 是一种血迹 为的是激活这枚戒指 现在戒指在我手中 等我把他毁了 看他还怎么做 黎光冲我伸出了大拇指 行啊 小脸 有一套啊 黎光回局里审问王小凤 我则是打电话给冯伟 让他准备好血带帽 我要毁了这枚戒指 在准备血带帽的时候 冯伟听了我今天的遭遇 他问了我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王小凤要杀六个人 才能激活戒指 可为什么 他只画了五张画 冯伟这个问题把我给问住了 之前截着救人 我还真没有考虑 激活戒指 总共需要六个人 其中 李雷的前女友 是为了给戒指助灵 而李雷 徐露露 黄青 还有今天刚死的女孩 是为了给戒指上的四幅染色 这是五个人 还差一个 会不会 是王小凤还没来得及话 王小凤的摄友死之前 他就已经把未来发生的事情 画了出来 这说明 王小凤早就找到了所有的目标 以及为他们设计好了死法 缺失的那幅画 会是怎样的图案 或者说最后一个人 会是谁呢 我拍了拍头 把这些疑问从脑袋里拍出 封卫 先别厌旧了 咱先把这个戒指毁了 封卫摁了一声 取出遗物 看看我这手艺怎么样 一只玉乌龟出现在我的面前 血带帽 自从上次从玉州回来 我就将血带帽制作的方法 交给了冯卫 我们提前准备好半成品的血带帽 想要使用 将半成品在血里再泡一泡 很快就能使用了 相比上一次仓促兼准备的血带帽 冯卫制作的这个 玉制通透 血迹浸润均匀 用它来毁掉阴雾 效果比上次要好很多 我把戒指放在茶桌上 然后将血带帽压在戒指上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血带帽中浸润的血迹 像水珠一样 缓缓地溢出 包裹住了戒指 等血带帽内的血迹全部流出 就是戒指被毁的时候 突然间 有奇怪的声音落入了我的耳朵 像极了烧水时 火将水壶外壁的水珠 蒸腾的声音 声音从戒指中发出 我低头看去 只见血带帽上流出的血迹 被戒指给蒸发掉了 一声催响 血带帽上出现了一层 深深的裂缝 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裂缝贯穿了整个血带帽 血带帽碎成了两块 方卫在一旁目瞪口呆 林轩 是我做的血带帽不合格吗 不是你的问题 这鹦鹉太邪门了 血带帽竟是没办法毁了它 方卫问我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能够摧毁鹦鹉的 当然有 在阴商秘籍中 除了血带帽以外 记载的还有几种 其他毁掉鹦鹉的方法 但与使用血带帽不同 使用其他几种方法 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不到万不得已 绝对不能使用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思索了一下 把戒指放在茶馆里 我已经再三确认 王小凤是人不是鬼 但与此同时 有一个长相和他一模一样的女鬼 王小凤人在公安局 暂时还出不来 而茶馆有五神兽石砖保护 女鬼想要取回戒指 也进不来的 就算女鬼能进来 有诉讼在 她也夺不走戒指 黎光给我打电话过来 让我去警察局一趟 说王小凤的状态 有些奇怪 我叮嘱冯伟和诉讼 在茶馆待着 看好戒指 等我回来 等我赶到公安局时 黎光拉着我进了审讯室 审讯室里面 有一面单向玻璃 我们能从外面看到王小凤 王小凤在里面 却看不到我 审讯室里有一张桌子 和一张椅子 但王小凤并没有坐在椅子上 她蹲在墙角 抱着膝盖 埋着头 黎光跟我说 一开始 我们以为她是受到了惊吓 想让她出来休息一下 等家人来接 毕竟我们没有掌握她的杀人证据 不能长时间拘留 可无论我们怎么劝告 她就是不出来 一直蹲在墙角上 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 我走得近了 果然听到了王小凤的声音 就差一个人了 就差一个人了 姐姐 我马上就能重电天日了 你开不开心 哦 我忘记了 你见不到了 不过没关系 很快你就能体验到 我这一年 是怎么度过的 都是你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这么惨 不过没关系 暗无天日的生活终于要结束了 我终于可以把我的生活 从你手中夺回来了 不要 不要 妹妹 妹妹我错了 姐姐知道错了 你饶了我好不好 你饶了我好不好 我错了 我错了 王小凤这是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忽然间 王小凤突然抬起了头 大声喊叫 太晚了 太晚了 就差一个人了 就差一个人了 说完这句话 我再次埋起头 喉咙里发出了 让灵魂震探的声音 这笑声我听过 是在鬼界杀死黄青的 那只女鬼的声音 王小凤 她是被鬼附身了 还是精神分裂 在我的注视下 王小凤起身了 她冲着我露出了一个 不知何种意味的笑容 她在房间里明明看不见我 为什么会冲着我笑 我忍不住打了个机灵 她慢慢走上前 拍了拍玻璃 我要纸 我要笔 停顿了一下 她又拍了两下 我要纸 我要笔 王小凤要纸和笔 做什么 画画吗 黎光看向我 我缓缓地点了点头 只有让王小凤 把最后一张画画出来 我们才能知道 女鬼想要杀人的目标 有了目标 我们才能保护起来 黎光取来一支削好的铅笔 一支A四白纸 送进了审讯室 王小凤接过铅笔 神色呆滞地回到了审讯桌前 坐了下来 她抓起铅笔 开始画画 铅笔在纸上沙沙的声音 让我耳末隐隐作痛 心中莫名地紧张起来 我走进审讯室 来到王小凤的身边 她的美术工地很好 不过三分钟的时间 整幅画的轮廓就已经出来了 A四纸上出现了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女孩 她躺在地上 肚子上插着什么东西 最后一个目标 是女人吗 她是被力气捅死的 画完了身体 王小凤开始画脸 女人的脸越来越清晰 眼睛鼻子还有脸型 我都有些眼熟 我的内心有一个含义在不停地往上涌 我强迫自己收回视线 去思考这熟悉的感觉从何而来 就在这一刻 我看到了王小凤的衣着 是连衣裙 刹那间画中 女人的脸仿佛跃然而出 与王小凤的脸重合在了一起 一模一样 王小凤停下了笔 她抬起头看向我 再一次露出神秘诡异的笑容 我面皮发紧 身体蓄力前倾 想要阻止王小凤 然而 一切都太晚了 王小凤反握铅笔 狠狠地插进自己肚子里 最后的一个目标 是王小凤 在王小凤动手之前 我想过很多很多种可能 唯独没有想到 王小凤会选择杀死自己 王小凤倒了下去 A4只落在他身前 被鲜血染红 他的姿势和画中的自己一模一样 我犹如雷击 大脑一片空白 如同荡机 黎光连忙逃出手机 和同事来帮忙救人 王小凤被送进了医院 而我和黎光 则是被留下等待调查 审讯室是内有监控的 能够证明王小凤 并没有被我和黎光所害 不过 彼是黎光送进去的 他被责令暂时停职 等待处分 走出公安局 我十分愧疚 给王小凤执笔 其实是我的主意 黎哥 对不住了 黎光吐了口气 小林 不用道歉 这怪不得你 是我大意了 他不知是在安慰我 还是在安慰自己 停职一阵子也挺好的 以前老婆总嫌我工作忙 没时间陪陪家人 现在好了 能好好陪陪他们了 黎光递给我一根烟 我没有结 他使劲地抽了一口 小林 我虽然停职了 但你不能停 不能让他再继续杀人了 我理解黎光这句话的沉重 我知道 我回到茶馆 却发现冯伟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素素蹲在一旁 手足无措 我急忙跑过去 手探在冯伟的鼻子下 我心中大石落下 还好 有气 只是昏迷了过去 素素 怎么回事 素素急得快要哭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想拦下他 没想到会把他给打晕了 啥 素素打的 素素 你慢点说 怎么回事 素素指了指冯伟的右手 冯伟昏迷了过去 他的右手却是紧握着 我掰开他的手指 一枚银剑落在了地上 冯伟刚刚 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起身找到 银剑要往外走 我怎么喊 他都不理我 我情急之下 打了他一下 我心情发沉 并非是责怪素素出手 莽撞 而是忌惮这只鬼的手段 有五神兽石砖 女鬼进不了茶馆 他似乎用了某种手段 隔空控制了冯伟 让冯伟把戒指带出茶馆 要不是素素不受影响 戒指 怕是已经丢了 我打了急救中心的电话 素素力气有多大 我是清楚的 冯伟就算是没有骨裂 怕也是有些轻微脑震荡了 还是送医院检查一下 比较好 我捡起戒指 戒指上的第五个字符 并没有被染成红色 也就是说 王小凤还没死 急救车的笛声 有远即近 我把戒指交给了素素 放在身上 别戴着 看好了 素素使劲点头 老板 你放心吧 谁也抢不走的 我跟着冯伟去了医院 医生刚给他检查完 冯伟就醒了 好疼啊 他捂着头 艰难的睁开眼 林玄 我 我这是在哪 你被鬼控制了 想把戒指从茶馆拿出去 素素拦不住你 把你给打晕了 冯伟痛得呲牙咧嘴 确实挣扎着起身 我急忙阻止他 医生说你有些轻微的脑震荡 要休息 冯伟咧着嘴 我们得赶紧回去 武神兽石砖出了问题 武神兽石砖 这怎么可能 第130集 武神兽石砖 可是连满战大师都当作宝贝的东西 白鬼皆是不敢靠近 怎么会出现问题呢 冯伟向我解释 我在茶馆里 隐约闻到藏武神兽石砖的地方 飘来血腥味 赶忙去看了一下 我发现 武神兽石砖大部分被血覆盖 然后就失去知觉了 肯定是那女鬼来了 按照冯伟的描述 那女鬼似乎是真的有办法 突破武神兽石砖 糟了 我和冯伟也最快的速度往回赶 离开医院前 我拦住一名小护士 询问王小凤的情况 王小凤还活着 但仍旧未能脱离生命危险 赶回茶馆 眼前的景象让我俩目瞪口呆 茶馆的大门一扇倒在地上 一扇半塌 风一吹是嘎嘎左响 这他们是恐怖分子爆破了吗 我和冯伟走进茶馆 茶馆里的模样 比起大门还要惨烈 所有桌椅都被打碎了 木片和木屑落了一地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茶馆的地面 被一层粘稠的浓穴覆盖 踩在上面 粘糊糊的 抬脚石还发出了嘎嘎的声音 不仅仅是地面 就连柜台和墙壁上 也溅了不少的血 这简直是凶杀现场 不 是屠宰现场 究竟发生了什么 素素呢 素素 我大声喊素素的名字 声音在茶馆里回荡 老板 在这儿呢 素素从二楼跑了下来 她全身衣服都被浓血染得通火 脸上和头发上 也有血迹 我吓了一跳 急忙问她 素素 你没事吧 素素笑嘻嘻地在我面前转了个圈 没事没事 她没打过我 那女鬼来了 素素点头 你们前脚刚走 她后脚就来了 二话不说 就想抢戒指 被我给打跑了 素素有些不好意思 老板 我没克制住自己 把你的茶馆给砸了 从茶馆的惨状可以看出 素素和女鬼 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素素没有吃亏 前年僵尸有多厉害 可见一斑 素素 戒指呢 素素拉开T恤领口 把手伸进去 伸出时 手中多了枚戒指 刚刚打架不方便 我就藏起来了 素素拉开领口的瞬间 我看到了两个圆圆胖胖胖的 我摸了摸鼻子 有点热呀 借着没丢就好 我和冯伟查看了五神兽石砖 石砖并没有被破坏 但每一块石砖上都有一层厚厚的浓血 正是这些浓血 让石砖暂时失去了效果 将石砖重新洗干净 我回到茶楼一楼 满地的浓血一干燥 像是胶水一样 格外的难清理 莫说是用水冲 就是用拖吧拖 也弄不干净 正在我一筹莫展之时 这茶馆外传来了一个声音 林老板 你这是仇家上门 被泼欺了 造孽呀造孽呀 有什么话不能坐下好好说 这种行为实在是太流氓了 我向门外看去时 茶馆门外站着一个穿着紫色袍子 上了年纪的男人 方叔 茶馆门外的 是之前找我帮忙超度恶鬼的方叔 也就是那个自称阴阳师的江湖骗子 他是整件事情的起点 我帮他超度的那个女鬼 正是李雷的前女友 戒指的契林 见到他 我脾气有些臭 又准备给那家的小伙伴迎婚了 方叔老脸一红 笑嘻嘻地走进茶馆 林老板 不要误会嘛 我这次来找你 是正经声音 正经声音 这个老骗子有什么正经声音 我才不信 不管方叔 叫骗子说 真他娘的别扭 不管老方 想跟我谈什么声音 我现在都没有心情 老方 我们现在都忙着呢 今天不营业 老方仍旧笑嘻嘻的 厚着脸皮也不走 我估计 他又是遇到什么搞不定的事了 林老板 你忙什么呢 要不要我帮忙啊 我想赶走他 可老方毕竟上了年纪 我也不好硬着来 看见这茶馆满地的血了吗 你要是能帮我打扫干净 我就帮你 老方眉头一挑 这话算话 我有些意外 难道他有办法弄掉这些 像浇水一样粘在地上的血吗 我有些犹豫 万一老方真的搞定了 我岂不是还要帮他做坏事 不过 一想到刚才光凭我们打扫 三五天都不一定能弄干净 我还是点了点头 你先帮我打扫干净了 我就跟你谈 老方问我 有毛笔吗 有 我把毛笔找了出来 老方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张长方形的黄纸来 他这是要画符 茶馆里已经没有了茶桌了 老方把黄纸抵在柱子上 挥毫泼墨 老方的笔记是龙飞凤舞 他画出的符像极了书法中的草书 至于符的内容我没见过 也看不懂 老方想向我们显摆 这符是我师父当年传给我的 说是我们阴阳师的独家秘密 全银行独此一家绝无分号 他把这符往地上一扔 只见符上的字幕迅速消融 同时消融的 还有茶馆中的浓穴 满地的浓穴好似被消融一般 变成了一滩水 就连柜台和墙壁上的浓穴也都不见了 我看的是目瞪口呆 我本以为老方只是懂一点 银行手段的江湖骗子 没想到还真有些本事 我对老方的看法大为改变 我去后院搬来新的桌椅 请老方坐下 让素素去七壶茶 老方很满意我的表现 李老板 我跟你说说这次接到的大声音 我伸手打断他 老方 心不解 我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 老方抿了一口素素给倒的茶 故作高人模样 闻吧 你知道刚才的浓穴是什么东西吗 老方砸了两下嘴 李老板 你这是要考我 那不就是夜叉的小手段吗 夜叉 那是什么 我一脸迷茫 看着冯伟 他也是同样的表情 老方有些不相信 李老板 你就别逗我这个老家伙了 刚刚满屋子浓血 不就是你和夜叉打架留下的吗 老方 你误会了 是素素和女鬼打了一架 老方瞪着眼睛 看着一旁的素素 这个女娃子 突然间 她脸色大变 身子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从椅子上跌了下去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降 降尸 老方从地上爬了起来 扭头就要跑 却被素素一把给抓住了 以素素的力气 拎小鸡子儿似的 轻而易举地把老方给拉了回来 摁在了座位上 她气鼓鼓地说 跑什么跑 姑奶奶又不吃人 我憋着笑 素素生气的样子还真是可爱 再看冯伟 脸色一阵辣黄 她大概是后脑勺又疼了 我跟老方解释 素素不吃人呢 老方 你别害怕 老方脸色惨白 眼睛都不敢去看素素 林老板 之前的事情多有得罪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老方我这儿给您赔罪了 这老家伙还知道上次是坑了我 我又劝慰了两句 老方这才勉勉强强地冷静了下来 老方 你刚刚说的叶昌 是什么东西 老方向我解释 鬼 比较厉害的鬼 老方见我没听明白 换了一种说法 就跟僵尸有等级一样 鬼也是有等级的 我愣了一下 这个说法 我还是头一会儿听到 僵尸有等级我是知道 从低到高分别是白浆黑浆 跳尸飞尸汗拔 这鬼 也分等级的呀 素素的等级 大概是跳尸一件 老方 鬼的等级是什么 老方喝了口茶 润了润嗓子 等级最低的 是阴魂 也就是人死后 从肉体中脱离出的魂魄 这个我知道 阴魂没啥本事 几乎什么都做不了 阴魂若有怨念 只一留在阳间 不去阴间报道 自身阴气就会越来越重 就会变成厉鬼 咱们这个行道 常说的阴魂恶鬼 指的就是鬼的前两个等级 既然被称作恶鬼了 自然会做坏事 恶鬼害的人越多 自身越强 渐渐也就会懂一些鬼术 懂鬼术的鬼 就可以成作夜叉了 怪不得 那女鬼能够操纵血浪 原来是鬼术 夜叉比较少见 反正我老方 这辈子也没见过几只 就是遇到了 也就是撒腿就跑 老方说的没错 要不是我有地府鬼 也没勇气跟女鬼硬高 老方继续往下说 夜叉再往上 那就是罗叉了 也可以称作鬼王 我是没见过罗叉 否则也活不到这么大岁数 辽宅之意看过没 里面写的黑山老药 应该就是这个级别了 比罗叉更厉害的叫阿修罗和汉马一样 能有呼风唤雨 改变自然地貌的力量 老方我看过古迹不少 也没见过有相关记载 大概都被地府的阎王给收去了 阴魂恶鬼 夜叉罗杀 阿修罗 这是鬼的五个等级 按照老方的说法 夜叉是双手染血无数的恶鬼 怨气极重 最不好招惹 可现在夜叉的戒指在我手里 我想要甩手也不可能啊 我和夜叉注定是不死不休 干掉一只夜叉 有可能吗 我给老方去了茶 老方 有什么方法能干掉夜叉吗 老方直接摇头 干不掉干不掉 除非你去请个毛山天师 否则谁打得过夜叉呀 速速掐腰 臭老头 你看不起谁呢 我可是把他打跑了 老方被素素吼了一声 吓得打了个机灵 对对对 我怎么把姑奶奶给忘了 老方偷偷地指了指素素 他打得过 我问素素 我不想让素素做这种事情 以他现在的势态 也只能仰望他了 老板 那女鬼跟你一臭似的 滑不溜秋 我能打过 但留不住他 看样子 夜叉有保命的手段 否则也不会从素素的手底下溜走 有什么办法能困住夜叉呢 我手中阵邪的阴雾不少 但夜叉连五神兽石砖都不放在眼里 我那些阴雾八成没什么效果 老方压低了声音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还有别的办法 我急忙支起了耳朵 风卫开口 老方 你有什么法子就别卖关子了 我们这次被夜叉盯上 跟你也脱不了干系 老方急忙摆手 年轻人 你可不能赖我 我就是请林老板帮我超度一个女鬼嘛 和夜叉有没什么关系 我把戒指拿了出来 放到了老方的面前 你让我超度的那个女鬼 就是这个鹦鹉的七零 看到上面四个血色的字符了吗 是用四条人民染上的颜色 夜叉只要拿到这枚戒指 我敢肯定 还有更多更多的无辜人丧命 老方接过戒指 仔细地看了好一阵 他脸色微变 这是大凶之物呀 我当然知道这是大凶之物 老方 你还有什么办法 赶紧说出来 咱们这个行党 高人无数 能对付夜叉的 除了茅山上的天师 还有 我打断他 夜叉已经盯上我们了 老方 我没时间去请高人 老方清了清嗓子 那你只能请鬼差了 鬼差 老方点了脸头 阴阳二界自有规则 活人不能前往阴间 死人也不该留在阳间 人死后化作阴魂 应当自行前去阴间报道 若是逾期未归 地府会派出鬼兵缉纳 不过 寻常的鬼兵 缉拿阴魂恶鬼还行 夜叉怕是打不过 所以 你最少得请个鬼差 才能搞定夜叉 鬼差 我自己就是个间隙鬼差 之前在鬼界中 我和女鬼交过手 凭借地府鬼印 我稍略下风 若是地府鬼印的真正主人 也就是在封门村 把鬼印烙印在我手中的 那个鬼差出手 或许能拿下夜叉 我心中有了主意 老方放下茶杯 李老板 我是来请你帮忙的 咱说正事吧 什么事 你说吧 老方换了个讨好的嘴脸 咬活人家 去年死了闺女 我好心做了个媒 好心 做了个媒 我明白了 老方是去给人家配阴婚了 我不插嘴 等老方说完 这阴婚配了之后 本来是和和美美的一件事 可不知怎么 最近女方家里闹鬼 说是女儿找回来了 女方家里人 找我好几次 让我帮忙 劝劝他们女儿 不要胡闹 我夜舞比较忙 一直也拖着没去 冯伟插了一嘴 老方 你是没敢去吧 老方善笑了一下 这是被冯伟给说中了 我有些看不懂老方 说他是江湖骗子吧 很像 可从他刚才露的那时候 一见就知道是有真本事的 真是个矛盾的人 林老板 你要是方便 跟我就去一趟呗 我了解老方的想法了 他是想让我把这个闹事的女鬼给超度了 看见你刚刚帮我的份上 行 我答应了 老方高兴得不得了 还是林老板仗义 事成之后 报酬咱五五分 老方本来想明天再去的 我怕夜叉会再找来 让他现在就带我去 早点解决老方的事情 我好专心对付夜叉 我让素素拿着戒指 留下收拾茶馆 我在茶馆谨慎的半扇门上 贴了个暂时营业的条子 老方带着我和冯伟来到了乡下 谁知道迎接我们的 并非是这户的主人 而是一个亲戚 俺是他姐姐 俺那侄女住院了 俺弟弟和弟媳都进城了 人在不在没关系 能进门就行 反正只要收了闹事的鬼 就算完成老方的委托了 第一百三十一集 大姐 你怎么称呼 俺姓王 王大姐 你弟弟家怎么跟到鬼法 王大姐眼圈就红了 俺这个弟弟命苦啊 俺弟弟是老王家的独秒 他一直想要个儿子 谁知道弟媳产了一对双胞胎 都是闺女 这是老天 要俺老王家绝户啊 我脸上表情不对 心里却是冷笑 中男轻女的思想 在某些人的心里 真的是根深蒂固 俺弟弟认命了 说闺女就闺女 她下了大力气 供两个娃子 供两个娃子读书 你们不知道啊 两个女娃都学的画画 可烧钱了 前年高考 姐姐考上了 妹妹落榜 妹妹复习了一年又落榜 想不开喝药了 妹妹死后啊 俺弟媳一直做梦 说是姐姐害死的她 她姐妹两个关系特别好 她姐姐哪能害她呀 俺猜肯定是老方头 给配的女婿不行 妹妹这才胡言乱语的 唉 也不知道俺老王家 造了什么年 学校来消息 说姐姐受伤了 挺严重的 俺弟弟和弟媳 赶紧过去了 也不知道 现在什么情况了 王大姐的话 说完了 我察觉出一丝不对劲 这王家 好像真的闹鬼 但和老方配的 殷婚似乎没什么关系 死去的妹妹 控诉姐姐害了她 这其中 肯定有不为人知的事情 王大姐 我们能进屋看看吗 能 你们随便看 我进了屋 老方忍不住 打了个哆嗦 好重的殷气啊 冯伟也是搓了搓胳膊 指了指一间卧室 殷气是从那边传来的 一旁的王大姐 有些害怕 我推门进去 的确是个女孩子的照片 地面和书桌上都很干净 应该是有人经常打扫 屋子里殷气很重 我挥了挥手 地府鬼印起了效果 把殷气都给驱散了 老方瞪大眼睛 绿老板 你这是什么本事 我走南闯北几十年 还第一次见到 地府鬼印是我的秘密 我只是笑了一下 什么都没说 老方倒也识趣 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刚刚我感应了一下 阴气最重的地方 是书桌左边的抽屉 我把抽屉打开 抽屉内有两张纸 拿起来一看 是两张不同年份的高考准考证 刚刚王大姐说了 妹妹是两年高考不重 自杀的 这或许是她的怨念 准考证上有一寸免贯照片 女孩的样貌十分清色 但我一眼看出 却是冷彻心扉 照片上的女孩 我认识 是王小凤 李玄 这不是 冯伟说话的时候 牙齿在打颤 没错 照片上的女孩 正是王小凤 王小凤早就死了 那我之前遇到的 又是谁 那明明是个活人 等等 那个叶叉 和王小凤长得一模一样 难道 我急忙把准考证 拿到眼前 在照片的侧面 是考生的信息 姓名 王小黄 大姐 妹妹叫什么名字 王小黄 她姐叫王小凤 冲于是真相大白了 一直在杀人的 是王小凤的双胞胎妹妹 王小黄 昨日王小凤在自杀前 喃喃自语 是与王小黄的对话 只是 怎样的怨恨 让王小黄 要杀掉自己的姐姐 他杀了这么多人 要激活的戒指 究竟有何作用 一个谜团解开了 还有更多的迷雾 在等着我拨开 大姐 这王小黄 到底是怎么死的 按说了 妹妹两年高考没中 一时想不开 何要死的 不对 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的 王小凤 一定是在妹妹的高考上 做了什么 才会让她两张准考证上 怨气冲天 才会让王小黄 仅仅死了不到一年 就能变成夜叉 老方疑惑地问我 林老板 这女娃子怎么了 你表情有点像人呢 我伸手指了 指准考证的照片 老方 她就是夜叉 老方打了个哆嗦 赶紧对王家大姐说 这生意我不做了 我不做了 你另请高明吧 说着 拉着我和冯伟 就跑了出去 走出村子 老方使劲地 揉了揉心口 哎呦吓死俺了 夜叉 惹上没命了 这老家伙 溜得真快 方伟问我 兄弟 咱知道夜叉的真实身份了 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正准备回答 口袋里手机铃响了 掏出手机一看 是黎光打过来的 黎哥 招有什么事吗 有个同事 刚刚给我打电话 说王小凤醒了 想要见你 王小凤想要见我 不 是王小黄想要见我 冯伟也想到了 他劝我 别去 没事 我总不能和他玩捉迷藏吧 反正早晚得见 不如去听听他想说什么 那我陪你一起去 不 我自己去 冯伟已经被野叉 蛊惑了一次 他跟着我去 怕是会有变数 而我有地府鬼印护身 就算王小黄是夜叉 一时半会儿也奈何不了我 听了我的解释 封伟同意了 那你小心点 我独自一人来到医院 在病房里见到了王小凤 他的眼神和之前见他时不一样 他的身上隐约有阴气散发 我知道 这是王小黄附在了王小凤的身子 他找了个理由 让父母先离开 整个病房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 我坐在旁边的病床上 右手握拳 地府鬼印隐隐发烫 我先打破了沉默 你是王小黄 王小凤的脸上露出倡议的表情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 你可以叫我王小黄 也可以叫我王小凤 反正这具身体 很快就是我的了 皱着眉头 王小黄 这是要夺射 夺射 这个词经常出现在玄幻小说中 指的是灵魂占据别人的身体 用别人的身份活下去 但这只是小说中的情节 之前在讲 狐妖出马的故事时 我就说过 夺射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即便是神话中的神仙铁拐礼 也付出了很重很重的代价 鬼能负在人身上 能暂时用人的身体做些事情 但想要长久占据人的身体 是不现实的 被鬼附身的人 会生重病 若是不能及时把鬼赶走 会死 人死了 鬼就不能继续附身了 就算你杀了你姐姐 你也变不成她 王小黄露出诡异的笑容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 我找你来 是和你做笔生意 你把戒指给我 我保证 不和你继续纠缠了 这个条件很诱惑 夜叉实在是厉害 继续纠缠下去 肯定会麻烦不断 但交出戒指 就意味着王小凤必死无疑 我没有急着回答 而是反问了一个问题 你恨王小凤 王小黄的脸上 露出了愤怒的表情 他咬牙切齿 我恨不得把他扒皮抽筋 这是何等的怨念 为什么 你们不是亲姐妹吗 因为他食言 他不守信用 王小黄的脸上的表情 几乎是扭曲 你想听 我告诉你 王小黄伸手指着自己的脸 或者说指的是王小凤的脸 我和王小凤是双胞胎 长得一模一样 有时候连我们的父母都会分不清 我们姐妹原本感情很好 就连上学都是报的美术专业 两年前我们面临高考 可以我们两个人的成绩 都很难达到本科录取线 姐姐她英语语文成绩好 数学水平太差 我数学成绩拔尖 其他科成绩不合格 即便是艺术专业 也是在艺术成绩达标的情况下 按照文化科成绩高低录取 两人文化科目成绩不达标 艺术成绩再好也没用 快要高考的时候 姐姐说想和我商量一件事 她说按照我们现在的成绩 谁也考不进大学 不如先让一人考进去 听到这里 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疯狂的想法 你们作弊了 没错 我们作弊了 姐姐的计划 是让我放弃那一年的高考 以她的名义去参加数学考试 妹妹数学成绩好 刚好弥补了姐姐的弱项 最后姐姐的总成绩 自然要比平时高不少 我瞠目结舌 尖考老师没有发现 我和姐姐长得一模一样 考试前故意把手指弄破 指纹识别不了 尖考老师只对比了准考证上的照片 看不出换的人 竟然还有这种作弊的方式 然后呢 王小黄的语气有些颤抖 画中是十足的恨意 姐姐答应我 明年她帮我考语文和英语 让我也能考入大学 虽然委屈妹妹复读一年 但姐妹两个都能考入大学 似乎是一件好事 怎么就反目成仇了呢 刚刚王小黄说 姐姐食言了 她没有替你考试 不 第二年高考 我们用了同样的方法作弊 王小凤钻件拳头 手背青筋抱起 可是上大学这一年 她根本没有再复习高中的知识 她两科考出来的成绩 还没有我平时测验成绩高 我说不出话来了 竟然会这样 诚然 上大学之后 学习环境轻松 谁还会去像高中那样埋头苦学 可是 王小凤答应了妹妹啊 妹妹帮她进了大学的校门 她转眼把妹妹给忘了 这是什么 这是恩将仇报 要是换做我 要是换做你 你会怎么做 王小凤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 我有些不敢和她对视 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 我恨 我恨她 她欺骗了我 我在学校里苦苦熬了一年 就是等她帮我考入大学 可是她 却忘记了我 忘记了她的亲妹妹 她该死 一生她该死 犹如一记重锤 重重地砸在了我的心头上 我本应站在王小凤的一边 救她性命 却不知为何 此刻我心中 竟是倾向于王小黄的 高考作弊当然是不对 但王小凤的做法 实在是天人共愤 在一二十年前 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时代 曾经出现过许多录取通知书 被人冒名顶替的事情 那些被人顶替的可怜人 原本是可以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 最终却是被其他人改变了命运 而这些可怜人 当知道真相后 无一不是精神崩溃 他们被顶替的 何止是一个名字 还有梦想和生活 王小凤的做法 何尝不是顶替了妹妹的梦想 她该死 王小黄双眼通红地望着我 现在你明白了吗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夺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我没有对王小黄的可怜 冲昏理智 我质问他 你报复姐姐我能理解 可其他人呢 他们又犯了什么错 他们又都是无辜的人 凭什么要为你的怨念而死 王小黄笑了 冷冷地笑容 你以为 他们都是无辜的吗 我愣了 他们做错了什么 王小黄一个人一个人地跟我掰扯 马圆圆 对了 忘记你不知道她的名字 她是李雷的前女友 原来李雷的前女友 叫这个名字 我姐这个傻蛋 喜欢上了李雷 可惜李雷有女朋友 她一直没机会吐露自己的爱意 我虽然恨她 但也希望她此前能开心点 于是我就帮了她 我悄悄附在马圆圆身上 什么事都没做 只是观察她 你猜 我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在她答应李雷求婚的那天晚上 马圆圆偷偷跑出宿舍 和一个小学弟 去校外宾馆滚床单了 想起之前徐露露跟我讲 那是一场浪漫的求婚 我心中忍不住一阵恶寒 那个小婊子 可是真够淫荡的 我在她身上待了不过十几天 就见她换了四个小学弟 你知道吗 马圆圆根本不喜欢李雷 她之所以答应李雷求婚 是因为她怀孕了 她不想打胎 觉得李雷是那种能过日子的傻男人 想把肚子里的孩子栽赃给她 不舍点神通 让李雷不经意间 知道了马圆圆所有的秘密 这是当然 任哪个男人 也受不了戴了绿帽子 还要当接盘侠 你猜 马圆圆做了什么 这次我能猜到了 王小黄笑了起来 那个小婊子心眼多着呢 她爬上女生宿舍楼 给李雷打电话 李雷赶到时 她威胁她 如果李雷不娶她 她就跳下去 李雷是个心软的人 见这场面慌了神 只能先答应下来 你说一个男人 怎么会这么没骨气 让那个小婊子跳啊 看她敢不敢 马圆圆就是太了解 李雷软弱的性格 才把她吃得死死的 我看在眼里 真是恨铁不成钢 于是 我就帮了她一把 李雷去拉马圆圆时 我附在她身上 推了一下 我头皮发麻 李雷的前女友 竟然是这样死 怪不得马圆圆 冤魂不散 并非是因为两人殉情 只有她自己跳了 而是她认为 是李雷杀的她 王小黄继续往下讲 李雷不知道我的存在 以为是自己 把马圆圆给推下去的 她害怕坐牢 就跟别人说 是双方家长 不同意这门婚事 他们相约殉情 马圆圆跳了 她没跳 这个说辞 虽然显得她很怂 但至少 把杀人的嫌疑 给推脱掉了 我帮人帮到底 用鬼术 篡改了马圆圆父母的记忆 让他们以为 在马圆圆跳楼前 我曾经出现 告诉过他们 李雷是个花心的人 他们这才不同意婚事 以为是自己 把女儿给逼死了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曾经信以为 真的事实 竟然是王小黄 一手编造的 马圆圆死后 李雷一直处在 惶恐的情绪中 我那傻姐姐 还以为李雷 是接受不了 前女友的死才低沉的 竟然主动跑过去 安慰她 李雷发现 似乎没人 怀疑到她头上 慢慢的不担心了 见我姐姐送上门来 心思也活络了起来 她对我姐姐表白了 我那傻姐姐 竟是一点没犹豫 就答应了 对了 我姐姐答应的第一天 李雷就把她骗上了床 那一天我才发现 李雷也没有想象当中 那么老实 你猜 她在床上干了什么 又是一句你猜 让我心中愈发冰凉 她偷偷摘下了避孕套 这个老实的男人 不甘心自己 被别人戴了绿帽子 还做了接盘侠 她想让我姐姐也怀孕 然后踹掉 她压根就不喜欢我姐姐 她只想发泄一下 这副身体早晚是我的 我可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李雷遭见 我用鬼术控制李雷 到了宿舍楼顶 把她推了下去 这对狗男女 应该已经在黄泉相会了吧 我使劲咽了咽口水 徐露露呢 她又做错了什么 在我的印象中 徐露露和李雷和王小凤 没有任何交集 她为什么要死 徐露露 你们被骗的可真够惨的 她是学校报社的人 我附身李雷 把马远远推下去的那天夜里 她本来是拍星星的 无意间拍下了我的脸 这个年代 还用胶卷相机的人 真是少见了 与数码相机不同 胶卷能拍下鬼的形象 在冲洗戳的照片上 是王小黄一把将马远远推下去 当然 徐露露不知道王小黄的存在 她以为是王小凤做的 她找到我 让我给她三万块钱的封口费 否则就把照片交给警察 真是不值此货 我原本不想乱杀人 准备用鬼术抹去她这段记忆 你猜怎么着 有一天 她洋洋得意地找到我 说有三个人来学校调查 马远远跳楼的真相 还找到了她 有三个人找到她 调查马远远跳楼的真相 那不就是我 冯伟 素素吗 她告诉我 一个月的时间内必须把钱给她 否则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我杀了李雷后 干脆把她也给杀了 我突然想起 徐露露带着王小凤来我茶馆做客 徐露露带你去我那儿 王小黄替我把剩下的话都说了出来 没错 她带我去你的茶馆 是想让我知道 如果我不把钱给她 她真的会揭发我 当然 你的茶馆有鹦鹉保护 我进不去 我就把姐姐弄得傻一点 不让她在你面前露出破绽 怪不得徐露露和冯伟 说说笑笑 王小凤却是一边沉默不语 我给过徐露露机会 她敬酒不吃吃罚酒 却就别怪我狠心了 徐露露从茶馆里出来 王小黄就迫不及待动手了 黄青呢 我看她是真的喜欢你姐姐 哦 那个人呢 她倒是挺无辜的 王小黄一直平静地叙说 似乎并不把黄青的死放在心上 我嫌她烦人 顺手就杀了 我的手抖了一下 我是真够傻的 问这么多做什么 夜叉乃极恶之鬼 杀人哪里需要理由 理由再真实 也不过是凭自己的喜怒罢了 其实我想过放她一马 那次你来找我 她冲过来保护我的样子 其实挺帅的 可她千不该万不该过来问我 为什么警察说 李雷马圆圆的死和我有关系 我心里一沉 这话是我告诉黄青的 为的是让她远离王小凤 她竟然当面去问 真是他妈蠢 这不是自己往湖口里送吗 王小黄要杀的最后一人 是王小凤 原因我已知道了 想必王小黄 是不会再重复一遍了 王小黄看着我 你想知道的 我都告诉你了 把戒指给我 我可以向你保证 不再纠缠你 我沉思了一下 回答他 我拒绝 王小黄的表情没有变化 他似乎早就想到 会有这么个结果 虽然我有心理准备 不过还是想问问你 为什么 我平静地回答他 因为鬼的话 不可信 你是叶昌 不是普通的鬼 应该知道华夏大帝 银行高人无数 其中有不少正义人士 以降妖除魔 匡扶天下为己任 他们若是知道你杀人的行径 定然会前来讨伐你 你今天肯把所有的秘密告诉我 是早已下定决心 不会让我继续活下去 王小凤 鼓起了掌 真聪明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只有死人 才会保守秘密 我从病床上站了起来 右手掌心的地府鬼印 已经滚烫得如同烙铁 我在等王小黄的洞上 或者找准机会先下手为强 然而王小黄仍旧躺在病床上 似乎并没有出手的打算 我现在不杀你 不和我打 我没有开口 等王小黄把话说完 毕竟杀了你 我还真没办法 从那只僵尸手里夺走戒指 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只要戒指在素素手里 王小黄就夺不走 而王小黄再一次笑了 一副尽心掌握中的表情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闲心 陪你聊天吗 我心中一凉 刚刚只顾得听王小黄讲那些隐秘 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王小黄明明可以直接了当地 对我提出要求 干嘛讲这么多 只是彰显他没有滥杀无辜吗 你在拖延时间 第132集 王小黄再次鼓掌 真聪明 我虽然猜到了王小黄的目的 但他为什么要跟我拖延时间 我却是想不明白 王小黄没有继续卖官子 我在等一个人 等他到了 你就会把戒指 乖乖地交出来了 等的这段时间 这么无聊 我们光干坐着 也太无聊了些 谁 谁要来 和你聊得很开心 不过 他来了 我们该说正事了 有脚步声从门外响起 有远即近 我侧过身 死死地顶住房门 门开了 是一个熟悉的面孔 出现在我的面前 冯伟 来的人是冯伟 冯伟 你怎么来了 我明明让冯伟不要过来 他也答应了 怎么会 我忽然发现 冯伟的样子有些不对劲 他好像是没有听到我在说话 目光呆滞 像是傻了 糟了 他被王小黄控制住了 一定是之前王小黄去茶馆时 在他身上施展了鬼术 素素虽然打晕了他 却没能破除鬼术 该死 我大意了 我趁着王小黄不注意 直接扑向冯伟 只要地府鬼印碰到他 认其多么厉害的鬼术 也能立即驱除 忽然间冯伟有了动作 他伸出一手 把我推向一旁 我脚下一个踉跄 倒在了地上 我立即爬起身 准备再次扑向冯伟 然而冯伟的下一个动作 却让我身体僵住 不敢乱动 冯伟从床边的水果栏里 抓起水果刀 没有捅向我 而是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这是王小凤的意思 也是他的警告 我若是再敢轻举妄动 冯伟就会拿刀抹脖子 王小凤突然笑了起来 他在鬼戒时 就是这样笑的 阴森甚人 我侧头看去 王小凤已经闭上了眼睛 而床边上 则是站着一个 与他相貌相同的女孩 这个女孩浑身弥漫着怨气 整个病房充斥着血腥的味道 王小黄已经不需要丝毫地掩饰了 王小黄走到我面前 伸出了手 你改变主意了吗 他娘的 看着王小黄似笑非笑的 一副吃定我的表情 我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扇到地上 然后用地府鬼印摁在他脸上 但是我只能想想 王小黄不是普通的鬼 地府鬼印并没有办法立即灭掉他 一个不慎 冯伟必死无疑 见我不说话 冯伟手中的刀离着脖子更近了 刀锋下就是他的进步大动脉 我可不会给你太多思考时间 三秒钟 给还是不给 你最好快点想 三 二 王小黄的嘴型马上就要喊出了一 冯伟手中有了动作 王小黄并不止是说说 我大声一喊 听 我和冯伟是朋友 是兄弟 他救过我的性命 我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借着我给你 说完这句话 我感觉全身已经没了力气 王小黄笑了 笑得特别开心 笑声特别刺耳 冯伟在王小黄手上 我不得不听他的 我给素素打了电话 让他带着戒指来医院 素素赶到后 王小黄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他警告我 如果他有任何举动 我都会杀人 素素怒视着王小黄 有本事你跟姑奶奶再打一架 你这样算什么好汉 王小黄翻了个白眼 我是女的 素素把戒指给了我 我没有力气把它给王小黄 我怎么能相信你 你不会撕票 在我小时候看到的警匪片里 但凡是拿到钱的绑匪 都选择杀了人质 我最恨失信的人 我可没有姐姐那么无耻 似乎很有道理 可你刚刚还说 给我戒指就不纠缠我 私下却准备杀了我 这就是你所谓的信守承诺 他的脸色变了好几遍 然后缝为手上的刀子 直接贴在脖子上的皮肤 你给不给 不给我现在就杀了他 哼 骗子 恼羞成怒了 我没得选择 我把戒指往地上一扔 等王小黄伸手去捡时 一把抓住冯伟手中的刀 地府鬼印碰到了他 冯伟身形一个亮翘 原本迷惑的眼神 却变得清明了许多 冯伟看到自己 架在脖子上的刀 吓得一个哆嗦 手一松 刀松在了地上 我 我这是在干嘛 我没时间回答冯伟的问题 王小黄已经从地上捡起了戒指 速速 打他 是老板 速速扑向王小黄 却扑了个空 王小黄的身体化作一滩浓血 涌入病床上的王小凤体内 我分明看到 在王小黄变成浓血前 他对我露出了个诡异的笑容 他是在向我炫耀 自己成功了 我看到 王小凤右手无名纸上多了一枚银剑 连接王小凤身体的一气滴滴坐下 生命监测仪上出现了一条平缓的直线 医护人员冲了进来 将我们赶了出去 我在被护士推出去前 看到王小凤手上的戒指 第五个字符染成了红色 阴雾被激活了 速速在病房外跺了多久 老板 那叶叉就在王小凤的体内 我去把他脖子掐断 别胡闹 速速真是要众目睽睽之下 把王小凤的脖子掐断 怕是明天 华夏十三局就会派高人把他给收了 王小凤的父母得到消息 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同样不允许进病房 老两口待在门房外 哭得是稀里哗啦 趁着这个机会 我赶紧把刚刚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冯伟 冯伟十分懊恼 哎呀 是我坏了事 我没怪冯伟 不是人人都有地府鬼印 他中招也是无奈的事情 王小黄的阴谋已经得逞 大部分的谜团已经解开 只剩下一个疑问 那戒指 究竟是什么效果 靠杀人来激活的阴雾 在阴商秘籍中也有记载 每一件阴雾都是大凶之物 冯伟思索了一下 林雪 你说那戒指是不是可以帮王小凤夺赦 我心里一动 之前我质疑王小黄不可能夺赦成功 他却说不劳我费心 看得出他似乎很有信心能成功 那枚戒指或许就是他信心的所在 正在我费心思索时 病房的门却开了 王小凤的父母急忙走上前 医生 医生 闺女怎么样了 医生摘下了口罩 抹了抹汗 想回来了 不过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先转移到重症病房吧 又回来了 这怎么可能 我亲眼看见 戒指的第五个字符 被染红了 护士推着病床走了出来 王小凤脸色惨白 却是睁着眼的 他还能安慰哭泣的父母 当病床从身边推过时 王小凤把头转向了我 他张开嘴 说了一句话 却没发出声音 我看懂了他的唇语 他告诉我 这身体 归我了 王小凤果然还是死了 现在占据王小凤身体的 是他双胞胎妹妹王小黄 而且 这已经不是鬼附身了 而是旧战雀巢 王小黄 活过来了 最后一个谜团解开了 这枚戒指 能让人死而复活 可谓是转生戒 从医院出来时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了茶楼 老方坐在茶馆门口 一手端着紫砂壶 喝得是不亦乐乎 见我们回来 老方打了个宝格 李老板 你家茶叶不错 苏州产的明前碧罗春 真是懂得享受 或许见我脸色不好 老方立马改了口 李老板不要误会啊 我看你们都出了门 好心帮你们看了会儿家 不用谢我 不用谢我 苏州指了指 老方面前的地面 怎么地上有钱 我顺着苏州的手指一看 老方面前的地面上 扔着不少一块硬币 还有五块十块的纸币 老方脸色一红 刚刚不小心睡着了 醒来就有了 大概是有人看我 仙价纷繁 起伏用的吧 起伏 我看着 是别人把老方 当成乞丐了吧 刚刚还说帮着我看家 睡着了怎么看 这满嘴跑火车的老家伙 老方从地上站了起来 垂了垂腿 面色伤感而感叹 人老了 坐一会儿腿都麻了 无子无孙的 以后走不动了 可咋办 我不想理他 绕过老方进了茶馆 望着茶馆糟乱的样子 我心情更差了 这一次的事情 是我成为阴伤以来 最大的一次挫折 老方好像一点都看不出 我现在不待见他 厚着脸皮也凑了过来 李老板 你见到那夜叉了吧 你怎么知道 老父我夜观天象 恰之一算 我赶紧打断老方准备 开始的长篇大论 说人话 我真的是恰算的 想起老方驱散浓穴的那张神奇符纸 我暂且信了 老方笑着跟我说道 李老板 老父与你有缘 送你一句话 我支起耳朵听 这个骗子又似高人的老方 或许真有独特的本事 老方倾咳了两声 故作高深模样 鲁迅曾经说过 失败是成功他妈 我没忍住又打断了他 这话不是费利普斯说的 而且人家说的 是失败是成功之母 老方一张老脸更红了 都一样 都一样 鲁迅可能也说过 李老板 你不要气呢 夜茶的确是赢了你 但最终输的 还会是逃 天之道 不可为你 不可为你啊 老方最后两句话 看来像是在感叹 可是我总觉得 他话中有话 老方 你别卖关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方跟我解释 咱这一哈 见多了阴魂恶鬼 不得不信鬼神 老方指了指天 天上有没有神仙 我不知道 但一定是有天规的 太阳东升西落 水从高处往下流 人生老病死 都是天术 天术就是天规 天规就是天道 天道不容置疑 不容改变 想要改变的人 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 老方说的话是悬之又悬 若是换作以前 我肯定持之以鼻 可是今天 我竟然有些信了 我有一种直觉 我和王小黄之间 并没有结束 老方起了身 该回家吃饭去了 我问他要不要留下去 老方拒绝了 明日 阳村的卢寡妇约了我 看风水 得早早休息 人老了 得早睡早起才行 老方临走前 给我留了一张符 与寻常的符不同 这张符是紫色的 老方夸夸而谈 这是我阴阳师祖传的避鬼符 比道家的避鬼符威力更大 李老板 你我有缘 给你留一张吧 老方有着好心 我自然要领 只是看到他掏出紫符的地方 我实在是不想伸手去接 这张紫符 老方是从鞋里掏出来的 他脱下鞋子 抽出鞋垫 这紫符又藏在鞋垫下面 隔着半米 我都能闻到 这符上散发出的恶臭味道 老方 你多久没洗脚了 老方用拖鞋的手抠了抠鼻子 鼻屎随意弹 一旁的素素看在眼里 面露杀人的表情 哎呀不久不久 也就一个月吧 老方的符我还是收下了 虽然研究了好一阵 也没有发现 这符究竟除了样子之外 有什么特殊之处 黎光赶来了 问了我在医院的情况 当他听我说现在的王小凤 其实是他死去的亲妹妹王小黄时 无比震惊 黎光问我 小林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封伟替我回答了他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黎光不明白 为什么 封伟叹了口气 如果王小黄还是夜叉 我们想怎么对付他都行 无非是拼一拼 谁的本事更大 能收拾了对方不能 可现在王小黄占据了王小凤的身体 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们还能怎么办 总不能去杀人吧 杀人是犯法的 我们总不能为了阻止王小黄的恶行 把自己送进监狱里待一辈子吧 黎光沉默了 他大概是没法接受这个结果 过了许久 他问我 那王小黄还会杀人吗 说实话 我不知道 王小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复活了 他占据了姐姐身体 也同样占据了姐姐的生活 他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按说是不会继续作恶了 但老方走之前给我留下的话 却说动了我 这件事情不会轻易的结束 恐怕还会有后续 黎光极恶如仇 他咬牙切齿的说 王小黄现在成人 那活人的法律就能对付他 他只要再露出蛛丝马迹 我一定会抓住他 等黎光心情好了一些 我就问他 黎光 你的处罚下来了吗 王小凤刺进自己肚子里的铅笔 是黎光给的 黎光脱不了失职的责任 黎光安慰我 别担心 只是一个处分 不影响工作 话虽这么说 但是我仍旧心感愧疚 这个处分 的确不会影响黎光的工作 但日后的晋升评选 肯定是会受影响 黎光拍了拍我的肩膀 与众心长的说道 小黎啊 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黎哥 就想办法阻止王小黄 好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 茶馆一直在停业状态 素素和王小黄打架 把茶馆打得是面目全非 许多地方如果只是 修修补补 会特别难看 干脆重新装修 第133集 我原本只是想随意装修一下 反正来茶馆的人 大部分都没有心情坐下喝茶 并不会在乎环境的好坏 但凡我也不这么想 兄弟 你这就不懂了吧 你知道为什么同样一份 醋溜土豆丝 在苍蝇馆只能卖十块 到了五星级酒店 就得卖九十八吗 那是因为环境不同 咱装修得精致一些 客人的潜意识里 就会觉得咱品位高 是有本事的人 要不就老方那模样 再有钱的客户也不会开高架的 我在脑海里想象了一下老方的 邋遢模样 被冯伟说服了 冯伟计划是请一家装修公司 把茶馆设计的富丽堂皇 反正现在我们两个都不缺钱 有底气 不过她的计划被素素给否决了 素素主动请应 由她来设计茶馆的风格 我和冯伟原本以为素素只是一时兴起 谁知她真的用毛笔画出了设计简图 看着素素熟练地使用毛笔的样子 我奇怪地问风伟 这是你教的 风伟苦笑 你见过我写过毛笔字吗 没见过 问题是 也不是我教的呀 总不能是素素自学成才吧 我好奇地问素素 素素 谁教你用的毛笔写字和画画呀 素素头也不抬 你呀 我 风伟小声地说 会不会是你前世交给她了 我和素素前世有缘 还真有这个可能 素素 你是不是记起来什么了 素素从玉棺材里醒过来 喊我姥爷 可再尊问下去 他却什么都记不起来 毕竟素素这具身体的灵魂 早就转世投胎去了 现在的素素 是身体变成僵尸后 重新凝聚的意识 只不过 他还保留着原本灵魂的本能和部分记忆 素素摇头 他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我按照素素设计的装修图 找到了装修公司 最终出来的效果 连装修公司的设计师都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赞不绝口 新装修好的茶馆 好似古代文人雅客相会的书院 环境古朴却十分静致 充满了书香与茶香的气息 看着茶馆的新面貌 我不知不觉中发起了呆 茶馆的模样 我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 眼前的景致 好似原本就存在我的脑海中 很深 很久远 茶馆装修完毕后 重新营业 现在环保茶的盐 市区内不让放鞭炮 风味原本想弄得热闹些 没能如愿 或许是装修公司 把茶馆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 开业这几天 还真有人上门 他们并非遇到了什么灵异事件 是想要寻求我的帮助 是纯粹的想要喝茶 最低的999元的消费 对于这一行人 那还真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风味说的没错 对于餐饮业来说 一个好的环境 客人更愿意掏更多的钱 明明只是普通茶叶 客人走的时候 十分满足地对我说 老板 你家茶叶真香 以后我还会带朋友来的 记得到时候给我打折啊 我送走了客人 速速开心地收拾茶具 老板 以后我们靠卖茶都能养活自己 我算了一笔账 一天来三个喝茶的 我一年都是百万收入 虽然比不得卖鸚物收入高 但胜在安全 不会时不时地陷入危险境地之中 风味在柜台前数钱 我觉得速速这题也不错 我都想开家分店了 这俩人的话 还真翻遍不出是说笑还是认真 当我准备帮速速干点活时 突然听见茶馆门被推开 有客人了 或许速速的提议真的可行 我正准备转身热情地说一句欢迎光临时 突然看到速速和冯伟都是一副如临大敌的表情 谁来了 我扭过头 看清楚客人的模样 是一个小女孩 十八九岁 大学生 王小凤 或者说叫他王小黄 王小黄已经借时还魂 变成了活生生的人 他即便不动用鬼术 无身寿石砖 也无法限制他进入茶馆 速速放下手中的抹布 向前走了两步 一副要撕了王小黄的表情 王小黄看了一眼 然后转向我 让你的小女仆别太激动 我不是来找你们麻烦的 王小黄打量一下茶馆 这次装修的挺有品位 你不想这么快就再装修一次吧 我压着火气 你来做什么 王小黄找了张茶桌 然后指着茶桌对面 坐 王小凤一副主人的模样 好像他才是这个茶馆的老板 速速生气了 臭叶茶 你不要得寸进尺 信不信 我把你刺烂了 与上次见到速速十分忌惮的表情不同 王小黄这次显得是特别淡定 你想在茶馆里杀人 王小黄还真的是拿捏住了我的命门 他现在是人不是鬼 如果杀了他 警察会直接把我们送进监狱 速速气鼓鼓地反驳 反正没人看见 我把你吃进肚子里 速速发小脾气的样子还是很可爱的 但他说出来的话 却让我额头冒汗 他是僵尸 若是依着他的本性 还真会吃人 王小黄表情僵了一下 他也没能想到 速速会说出这样的话 他看着我 像是在看一个可怜人 希望第一个被他吃掉的 不会是你 速速想要发飙 被我拦住了 我坐到了王小黄的对面 开门见山吧 你来找我 究竟要干什么 王小黄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借着姐姐王小凤的身体复活了 他本可以以王小凤的身份活下去 与我们再无渊源 就算他准备按照之前的计划杀人灭口 也应该会悄无声息地进行 这样光明正大的走进茶馆 为什么 我要你帮我 王小黄的答案出乎我的意料 素素在一旁冷笑 我们不找你算账就算好的了 还想让我们帮忙 你是脑袋被门挤了吧 王小黄不理会素素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他把手上的戒指摘了下来 递到我们的面前 你不是阴伤吗 这戒指当作报酬 足够了吧 看着这枚戒指 我胸腔的心脏跳漫了半盘 转身戒 对于阴伤来说 神奇的阴雾就像是脱光衣服的美女 魅力不可阻挡 能够让人死而复生的戒指 它的价值不可估量 人都是怕死的 谁不想再活一生 我敢肯定只要戒指到我手中 会有无数的成功人选 愿意倾家荡产地购买它 我可以凭借这枚戒指 换取惊人的财富 甚至是权利 王小黄是用过转身戒的 他比我更清楚这枚戒指的价值 给我 可能吗 王小黄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 向我解释 这枚戒指对我已经没用了 虽然我舍不得 但每个人只能使用一次戒指 对于我来说 这枚戒指已经是破铜烂铁了 我盯着王小黄的表情 他应该是没有撒谎 我拿起转身戒 发现戒面上的五个字符 已经重新恢复了原色 我的手不经意抖了一下 想要使用转身戒再次生效 需要重新献祭五条人民 好凶的鹦鹉 我把转身戒重新放回了茶桌上 强忍着心中的恶痕 问向了王小黄 你到底想干什么 王小黄没有立即回答我 而是将自己的左手的袖口挽起 然后将袖子退到胳膊肘的位置 我被他的小臂吸引了 并非是王小黄的小臂多漂亮 而是他的小臂的皮肤 有些不对劲 十八九岁的姑娘 正是青春的时刻 皮肤本应该是光滑有责 而王小凤的小臂上 有巴掌大的一片皮肤 黯淡粗糙 与周围的皮肤完全不同 这些皮肤 像是三十多岁 甚至是四十岁以后皮肤的状态 我突然想通了 王小凤来找我做什么 你在衰老 王小黄点了点头 神情复杂 从我占据姐姐的身体后 这句身体衰老得很快 我想起老方临走前 对我说的那句话 天之道不可违逆 不可违逆 就算是鹦鹉也不行 我明白了 转生戒确实可以让王小黄 戒失还魂死而复生 但是他复生的时间极其有限 或许三年 或许一年 或许只有 王小黄还是会死 我要你帮我阻止身体继续衰老 我调查过你们殷伤 你一定有续命功效的鹦鹉 给我 我刚想开口 王小黄却打断了我 你不要想着拒绝 如果你不答应 我就继续杀人 从你身边的人开始 威胁 气啰啰啰的威胁 从我知道幕后真凶是王小黄后 他就一直在威胁我 可我一点没办法 不过这次 我不打算束手就擒了 我看着王小黄不说话 王小黄笑了 你是不是以为 我现在重生为人 已经没能力杀你们了 我有这个怀疑 之前王小黄之所以厉害 是因为他是鬼 是野叉 懂得鬼术 现在他已经重生为人 还会鬼术吗 如果他不会鬼术 不过是一个娇弱的姑娘 我何必怕他 王小黄将衣袖退下 他笑眯眯的对着我说 我帮你掐灭这个幻象 他张开手掌 在他的手心中 有一滴浓血涌出 漂浮在空中 虽然只有一滴血 但已经能表现 他仍旧懂得鬼术 一个懂得鬼术的 人 在看到震滴浓血后 我已然明白 自己无法拒绝了 我可以帮你 听到这句话 速度牵手极了眼 老板 我摆了摆手 阻止他说话 我可以帮你 延缓衰老的速度 但你得立下誓言 绝不能对我身边的人下手 如果你不答应 大不了今天就拼个鱼丝网破 王小黄没有急着回复我 似乎在考量我这句话的决心 我把手伸到背后 悄悄给素素打了个手势 这是让他随时准备动手的意思 我相信以素素的聪明会懂我的 不过这个预备方案也没能用上 王小黄开口了 我答应了 我把家中地下室的钥匙递给冯伟 你去把伸过长明灯去了 冯伟有些犹豫 不过最终还是点了头 在冯伟赶回来的这段时间 我和王小黄一直都在沉默 素素在一旁狠狠地盯着王小黄 恨不能能动手掐死他 冯伟速去速回 二十分钟就赶了回来 给 我接过鹦鹉 这是一座灯台 样子很奇特 像一个小娃娃 其实这造型是一种水果 人参果 在西游记中 人参果生长于万寿山武庄冠 三千年一开花 三千年一结果 再三千年才得熟 短头一万年方得吃 果子的模样 就如三招喂满的小孩相似 四只剑拳五官兼备 相传 人参果树乃是大地灵根 所结之果是稀释之物 人若有缘得那果子 闻上一闻 就能活三百六十岁 吃一个 就能活四万七千年 总之 在神话中 人参果是长寿的象征 这一件 参果长明灯 也有着相同的功效 我跟王小凤讲解 你把自己的本名精确 混入着灯油 掺和均匀后 注入长明灯中 点上 身果长明灯 有延长活人死亡时间的功效 可以延长三年 点灯之人 就算只剩下了一口气 只要把灯点上 就能再活三年 你把灯点上 三年内保证你不会自然死亡 三年后 你只能另起高明了 王小黄 眯着眼睛问我 你 没骗我 我很坦荡地回答他 没有 但是有一点 我得提前说明 在这三年内 长明灯绝对不能灭 一旦灭掉 你将会形神俱灭 还有 人参果乃天地灵国 受不得聂元 兴起的沾染 你最好不要再作恶 否则 影响到长明灯 你会死得更快 我把长明灯 放在了王小黄的面前 想活命 别作恶 你自己选择吧 能够延延续命的鹦鹉 我不止一见 我之所以选择 深果长明灯 是为了让王小黄 不再杀人 王小黄想了很久 同意了 他想拿深果长明灯 却被我抢住仙姬握在了手里 王小黄不解地问道 你什么意思 你还没有立下誓言呢 跟我来 我带着王小黄上了茶馆二楼 茶馆二楼的三个雅间 同样是重新装修了 但雅间中的三幅画 我确实没动 我进了仁字间 迎面墙壁上挂着十殿阎王图 王小凤的脚步停在了雅间门口 他死死地盯着十殿阎王图 脸上流露出震惊还有恐惧的表情 你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鹦鹉 我心里冷笑 脸上却故作平静 如果没有这件底牌 我怎么可能会答应你延年益寿 我把深果长明灯放在画下 你立下誓言就能拿走他 王小黄脸上的表情在挣扎 他是叶昌 知道十殿阎王面前立下誓言 绝对是不可以违背的 否则下场比魂飞魄散 还要恐怖千倍万倍 他挣扎了好久 最终狠狠地说道 好 我发誓 看样子 出现在王小黄身上的问题 十分的严重 至少他觉得自己活不过三年 王小黄抬起手 弯曲拇指和小指 另外三指对天 我王小黄在十殿阎王面前起誓 拿走长明灯后 绝不再谋害林老板身边之人 如有违背 永坠地狱 封闭的雅间平坑吹起一股阴风 墙壁上的十殿阎罗图随风飘动 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我仿佛看到十殿阎王都活了过来 神视着王小黄 被十殿阎王看了一眼 王小黄浑身汗透 刘海都粘活在了一起 打了泪 风停了 话也不动了 誓言力成了 王小黄走到十殿阎王图面前 俯身拿起了身裹长明灯 随后静止下了楼 离开了茶馆 头都没有回 封卫问我 这样真的好吗 如果王小黄熄命 掩上长明灯后 就不敢随意作恶 我也不知道三年后 他会不会找到继续维生的方法 但这三年 他会老实得多 风伟叹了口气 唉 这也是没法子的法子了 可惜了身裹长明灯 应该能卖很多钱的 老板 素素在楼下喊我 你快下来看看 我下了楼 只见素素手里拿着一枚戒指 向我挥手 转生戒 老板你快看 那叶叉把戒指留下来了 我有点不敢相信 这王小黄真的把转生戒指留给了我 我还以为他是在炸我呢 风伟扎巴了两下嘴 兄弟 咱发了 我反问风伟 你要卖吗 风伟愣了一下 随后犹豫了 不管我们把转生戒卖给谁 想要再次激活他 就必须杀死五个人 虽然动手的不是我们 但我们与凶手 又有何意 第一百三十四集 风伟苦笑 这若迈出去 我们就是杀人凶手 不迈出去 这可是个烫手山芋啊 风伟说的没错 自古以来 就有许许多多的人寻求长生不死 转生戒的效果 没那么夸张 但却能让多活几年 有人或许会问 转生戒和生果长明灯 都有续命的功效 哪个效果更好 答案肯定是转生戒 要是续命的人 大多数已经是年老体衰 或者是重伤将死 生果长明灯 的确能给他们续命 但却会一直让点灯者的身体 保持点灯时的状态 生不如死 但转生戒不同 使用者可以自主选择身体 或年轻 或健壮 若非转生戒 有一个灵魂 只能使用一次的限制 我甚至可以想到 王小黄 会不断地进行杀戮 如同蛇褪皮一样 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皮呢 我把转生戒收了起来 异常郑重地告诉了冯伟和素素 这枚戒指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不许告诉任何人 冯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点了点头 素素有些懵懂 但她向来听我的话 知道了老板 我本以为 我此生再也见不到 有人使用转生戒 我也曾想 下一个使用戒指的 会是我身边的人 当然 这是后话了 以后听我慢慢讲故事 王小黄把续命灯拿走后 日子又平静了一段时间 然而平静的生活 总是短暂的 大概过了二十几日 黎光来到了茶馆 受到处分的黎光 已经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或许是这个处分 受得有些憋屈 黎光比以前工作更卖命了 黎光找到我时 脸上的表情异常凝重 我让他先坐下喝杯茶 他都不看 小黎 你赶紧跟我来 市里出大案子了 出案子需要找我 恐怕不是普通的案子 我赶紧跟着黎光 赶到现场 这是一起凶杀案 再去见死者遗体之间 黎光跟我说 小黎 死者的模样有点 你做好几点准备 我本以为 黎光有些小题大做 入银行这么久 我什么惊悚事件没见过 一具尸体还能吓到我不少 我走进案发现场 然后倒吸一口凉气 头皮发麻 躺在地上的死者 好似木乃一般 全身瘦瘦巴巴的 皮肤紧贴 把骨头的轮廓都显露了出来 这是干湿 不对 我凑近仔细观看 死者的皮肤刚刚浮现湿斑 说明死的时间并不久 一旁的法医见过我几次 知道我是来帮忙的 对我说道 昨天晚上死的 不超过十二小时 这绝对不是正常死亡 我问法医 死因查明了吗 死者全身血液都不见了 法医表情复杂 要不是我知道 自己不是在做梦 还以为他碰到吸血鬼了 吸血鬼 西方的玩意儿 没见过 死者身上有什么伤口吗 我仔细检查过了 没有 皮肤上也没有伸血点 也不知道 他的血液是怎么流光的 我转身问黎光 这人的身份查清楚了吗 黎光点头 查过了 没有案底 通过监控调查 发现他昨晚和一个同事 去喝酒了 我们问过他同事 说他昨晚喝酒回来 醉醺醺的 在路上见过一个漂亮姑娘 上去搭讪 结果还真搭上了 带回了家 也就是说 被死者搭讪上的姑娘 很可能就是凶手 那姑娘的身份呢 黎光微微摇头 我们从死者同事描述的搭讪地址 开始调监控 却发现那个时间点 所有的监控一个接一个地坏掉了 监控失效 既有可能是受到鬼的影响 杀人的不是人 是鬼 能把全身血液吸干的 还是个女鬼 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形象 黎光显然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小李 你说杀人凶手 有没有可能会去王小黄